大家好,我是阿唯蓝旗的某A,Mini Natural又是一次更新,这次更新新增了两张地图,上海和首尔,所以又来录下视频了。 这次录下上海的,毕竟Mini Natural这么多地图,唯一去过的就只有上海,悲催。 那么,就开始吧。不愧是大上海,一开始的车站都要多两个。 上海这关的特点,换乘枢纽最多可有三个,浦东出现稀有车站的个数,我印象是最多两个。 如果没有,全部在浦西的话最好。所以本关不会太依赖隧道。 浦东出现圆形和三角车站的比例大致是2比1的样子。 所以打算把红色的1号线,覆盖整个浦东,加上浦西的方块车站,大致是人民广场的位置,然后沿着黄浦江向北延伸。 大致按着两圆一三角的方式布线就OK了。 选车厢。 我感觉这关,车厢更重要一些。 主要是前期车站会大量出现,越靠西边,圆形越多。 加上这关的暴冰期是从第十周开始,不像伦敦可以等到14、15周。 所以可增加的资源有限,比起多线路来优化行驶路途的长度,不如增加实际运力,靠列车的调度操作来弥补线路冗长的缺点。 十字车站离方形车站的车站的距离很近,这是个好消息。 稀有车站里面,十字车站的乘客是最多的,待会儿换乘枢纽一定会设置到方形车站的,等十字车站的乘客囤积在方形车站比较多时,这种距离比较方便疏散他们。 网络成功能转术面、纪绿,并冬转天,特别荣量。 网络成功能转过着课计划改变。 都是专小级组圈,但是修备草备用加图台并呈的速远途。 福利用推草探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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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的好处是,以红色一号线为例,要到线路中比较靠中间的方形车站的乘客,越是靠线路两端的乘客,越不容易闹事。 越是,越是离方形车站近的乘客,越容易闹事。但是越近的,用列车调度操作来疏散就越不耗时,这就是非环形路线的好处。 有变standen bitcosic轟步画货场——业境税钎很可怜。 又是EN它里面 pumping灰柯接着了,他们趾 Zoom进商量。 对它们的时间轻 told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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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次选线路了 优化下绿色线路了 不过 绿色线路的圆形和三角车占比是5.5比1 怎么想都得大量依赖操作才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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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